201314年印容Arianna虐待案香港今日裁決 在被告僱主羅韻彤的21項控罪當中 她被裁定18項罪名成立 包括對他人身體加以嚴重傷害 襲擊他人至造成身體傷害及刑事恐嚇等 事發2013年 當Arianna乘搭被僱主趕走回國的飛機上 有同鄉發現她傷痕累累 她益術被虐待的情境 包括被打崩滿 將已經開動的吸塵機放入口 強迫脫她身上的衣服並以凍水淋身 Arianna獲知前僱主聚成後 表示雖然個人已經原諒她及她的家人 但羅韻彤毫無灰衣 希望她可以得到最高的認罰 在香港的完善司法系統下彰顯正義